阿彌陀佛 这个就是 我平常 还没读经之前 或者拜佛 或者听经之前 我平常都是有这种的 这个 就有这样的习惯 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可以 来试试看 诵经之前 或者清经 大家先可以来词经 我平常是半个小时 最多是十分钟 平常 先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 然后专注念这句名号 然后来诵经 来听经 那个结果会不一样 所以请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 简单 为大家说明 这个偶一大师 临终前 为他们的弟子 说了几句话 所以 这几句话 也可以为我们很大的启发 最重要 他的内容的意思 他在讲什么 我们要明白 这个最重要的 大家必定要知道 就是偶一大师 临终的时候 告诉他的弟子 临行 真如无多之脑 一句名号 做大作 这个就是 偶一大师临终的时候 对于他的弟子 所说的一些的 重要的语言的交代 那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必定要明白 他老人家所说的 这句话呢 这句话呢 是他偶一大师临终啊 对他的弟子们 一种的交代 他说我又死了啦 平常啊 有修行的人 在临终的时候 他所讲的话 可以说是最善的 跟一般的讲话是不一样 所以古人啊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 鸟之将食 其名也哀啊 人之将食啊 其人也善 什么意思呢 你看释迦牟尼佛 在大 这个涅槃经里面 老人家临终的时候 他也没有介绍 哪一部经 也没有说 哪一个法门 也没有指 哪一个法师 安安文者 安安尊者 就问释迦牟尼佛 佛在 我们是以佛做老师 佛不在了 我们要以什么 做老师呢 你看释迦牟尼佛 直接了当啊 他没有讲哪一个法门 也没有介绍哪一个 哪一个法门 也没有 他直接讲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只讲这两句话 所以佛一生所讲的话都是善缘的 但是他最后的那一刻 我们相信是必定是最善的 如果不是最善的话呢 释迦牟尼佛不可能讲这两句话 这个是临终 像我 我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我还记得 我母亲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 我到现在这个 这个印象还很深刻 我妈妈 临终的时候 单独对我 在我的面前 跟我讲一句话 他临终那一刻 讲好了 他就走了 你看 我到现在很有受用 他老人家跟我说 人啊 生活辛苦没关系 一个人的穷 富裕 这个就是命注定的 其实他老人家也不懂 什么叫做学习佛法 什么学习圣诠的教会 他一生也没有认识佛法 也没有认识宗教 只是自己家教 非常严格 他就跟我讲这一句话 人要对得起良心 做什么样的事情 今天钱赚多赚少 没关系 心安理得就好了 他就是讲这一句话 做人要简单 越简单越好 不要处处跟人家计较 这个就是我的母亲讲的 他领终的那一刻 讲这一句话 所以他所讲的是最善的 为什么最善的 因为他就是想要怎么样来利益众生 佛的对象 大家必定要知道 佛的对象都是众生 佛的愿望是什么 希望众生赶快成佛 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 死方三世一切诸佛 就是最喜欢的 最期望的 最愿望的 就是一切众生赶快赶快成佛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我们众生赶快成佛呢 因为人生真的太苦了 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会把握这个因缘 抓住这个因缘 好好修行 这一生当中 我能够往生西方净土 那就等于说一生成佛了 所以大成经里面不是跟我们讲吗 一生直至成佛 大家必定要知道 老蔡 我们大家人生无常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 你想一想 寿命一天一天的减少 你不好好抓住 将来呢 怎么办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 一生直至成佛 一生哦 换句话说 我们不会再生生世世在受生了 我们不会再这个生生世世在受生 而且是一生成佛 我们在这个世间要无量解 要无量生 无量的生死 每一天要面对这个死亡 我们在这个受佛世界 辛辛苦苦的 累积念佛修行 感觉不错了 时间到了 寿命又到了 又在离开 离开又在妥胎做人 这样生生世世过了多久 无量解 我看到就会累 你们不感觉累吗 奇怪 所以 释迦牟尼佛称为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 意思就是能够堪忍了 能够受苦 但是说实话 我受不了 生生世世这样的 无量解以来就是这样的搞六道轮回 你不苦啊 我们看到又会苦啊 所以一生不会再受生了 一生直至成佛 圆满成佛 所以老人家所讲的最后的语言 是最善的 如果不是最善的呢 他不可能讲这一句话 那欧瑜大师也是 欧瑜大师临终的那一天 他就告诉大家 我要死了 我要走了 我没有什么很多话要跟大家讲 也没什么经典跟大家说明 我只跟大家讲几句话 不多字 哪一句话呢 一句名号 坐大走 一句名号把他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们要来研讨一下 说实话 尊敬的主义同学大德 我们现在来研讨一下 因为这个光你到我们 这一生能不能往生 我们有没有福报 这个很重要 那欧瑜大师啊 这一句一句名号 坐大舟是什么意思呢 我最近呢 思来思去 想来想去 欧瑜大师这句话是讲 是讲什么 后来呢 我有感觉到有点明白 这一句话呢 在研讨嘛 佛法的这些的理论嘛 那我们来研讨一下 欧瑜大师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真心 你没有真愿 你有真正自己落实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欧瑜大师 说有一句话什么呢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在于 信愿之有无 这个是欧瑜大师讲的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真心 人家说 我相信啊 有西方极乐世界啊 我相信有阿弥陀佛呢 那为什么李老师 李扁人老教授 为什么常常告诉我们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呢 为什么一万当中的人 找不到一两个呢 那我们是属于 是不是属于这一万当中的人呢 大家去思维一下 我有没有真心 我有没有真愿 这个很重要的 不要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业障障碍 往生不了 那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啊 我对欧瑜大师 真的很崇拜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 他晚年的时候 他才是认识净土 后来专修净土 专宏净土 所以他 注解这一部 弥陀经要解啊 我感谢我很感恩 感恩谁 我们师父老和尚 大家有因缘可以去听 哪一部呢 就是1993年的那一部 师父在美国讲的 老和尚在美国讲的那一部 如果记不错的话 1993年 这一部弥陀要解 老和尚为我们说明了 我非常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所有的问题 全部的疑问 都在这一部经里面 全部已经被我的 全部都已经解答了 最特别的 这一部经 他又讲了一件事 我们这一生能够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的庄园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他建立在哪里 就是能够待业往生 这个就是弥陀要解里面 欧瑜大师所讲的 西方净土 为什么能够庄园 超过死亡诸佛国土 就是因为他能够 但业往生 所以我们听到这一句话呢 整个人的心就平静了 所以 这种的音源 非常的强 非常的殊胜 我们必定要珍惜 所以 我们的老同修 主义同修们 记得 这个法门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关键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 欧瑜大师 应光大师 非常的 一生 不予 羽利都在体仓 都在赞叹 欧瑜大师 你想一想 欧瑜大师 这一生 他三十多年 投入在哪里 都在学界 所以 应光大师 对于 欧瑜大师的称赞 是不予 予利的 那你想一想 应光大师 大家都知道 都是大师之菩萨 再来的 如果 大师之菩萨 这样的称赞 那我们想一想 欧瑜大师 如果不是阿弥陀佛 那就是观念 菩萨之流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怎么能够承受得了 哦大师之菩萨的 这样的称赞 所以我喜欢看他的 有一本书 叫做净土只要 非常好 那关键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 记得 往生西方 记得世界的 第一个的 你有没有福报 我记得 不是今天 你念佛念多几生 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福报 记得 大家必定要记得 这件事情 往生西方 几个世界 第一个 要靠我们的福报 这个福报 就怎么修呢 大家必定要知道 如果你连 往生西方 几个世界的 这个福报都没有 那你 三三道的福报 也没有份 哪怕是你来得人生 你也是能够 下下品的人 福报很多种 第一个我们往生西方 几个世界 也要靠我们的自己的福报 没有福报 真的不行 障碍 很多 这个来研讨一下 你看那一个什么 那个 我跟大家来讲几个故事 这个比喻 大家希望能够来思维一下 为什么我们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第一个的 先要培养福报 所以你看建议三福 释迦摩尼佛告诉威迪西夫人 你要发现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首先你心 必须要修 净业三福 因为净业三福 是三世一切福的正印 你没有这个福报 你往生不了 所以他叫他修净业三福 道理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福报 看你们自己 最大的福报 临终的时候 他没有障碍 自由自在的 甚至于最大的福报 能够预知死至 所以我常常在说 我们真的很有福报 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这个念佛法门 能够待业往生 你想一想 你要了生死出三界 从小城出国来讲 从小城的 不是大城法 是小城法来说 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 首先必定要断烦恼 断什么烦恼呢 经典里面讲的 八十品 八十八品 建或烦恼 你想一想 你要断了生死出三界 首先你必定要断烦恼 所谓的八十八品 建或 建或归纳五大类 第一个叫做 斜见 深见 见解 见取倦 借取倦 你想一想 你要一关一关的去打破 你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 那净土法门不用这样的 净土法门直接了当的 不用一层一层的 你想一想 只要你能够辅助你的烦恼 你能够控制你的烦恼 你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什么 念佛功夫成片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们众生的烦恼 就如同好像野草一样 野草 这个野草 长出来 有时候大 有时候小 我的烦恼像野草一样 那阿弥陀佛像什么 像一个大石头 用这个大石头 把这个野草压下去 虽然它的根没有断掉 但是 它能够辅助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你的烦恼没有断掉 只要你辅助你的烦恼 你能够待业往生西方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永明引寿大师讲 但得见弥陀何仇不开悟 虽然我们带了这些的烦恼 但是你见到阿弥陀佛 没有不开悟 没有不成佛这个道理的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好 好在这里 所以大家必定要真心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这个福报很重要的 比如说 以前啊 我用个比喻了 你就明白了 有福报跟没有福报的区别在哪里 那我们要属于哪一类的 你们自己去 去衡量你们自己 如果这一生 你真的向往到西方净土 你想亲近阿弥陀佛 你想做阿弥陀佛的弟子 那你必定要学 你必定要修 我来跟大家用这个比喻故事 你就明白了 以前老和尚有一位大户房 老和尚有一位大户房 老和尚他的大户房 这个大概发生十几年前 我听悟行师父 跟我们讲这个故事 这个大户房的妈妈 生病又往生 所以这个大户房就请老和尚 他拍几个法师 几个居士 到他的家里去祝念 所以大家 这个法师带着这个居士 去他家里祝念 但是这位老人家 没有学佛 他生前没有学佛 到他家里的时候 这个大户房的兄弟姐妹 他有点反对 反对什么 你可以祝念 但是不能出声 奇怪 我们去祝念 就是要让这个王者 能够听到这句名号 但是呢 很奇怪 他的哥哥 他的这个姐姐 他说 你可以祝念 但是呢 不能出声 所以一群法师跟几个居士 饶着这个王者 就是做什么呢 默念佛 就念在心里 跟这个王者 用意念的 意念的念佛的那种 我不知道雪尼统修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去祝念 可以 但是不能出声 奇怪 你看 所以 这个大户房的姐姐 家属都说 不可以出声 所以大家在那边默念 念佛念的心里 跟这个王者 用这个意念 来沟通 用意念的 念了几天 这个真的 他母亲就走了 那母亲往生 那往生 他家属说 可以了 可以出声 你们要念佛 可以用 你的声音可以出来了 但是你看 大家为这个 护法的母亲 连续的四十九天 都在 祝念 你想一想 四十九天 我相信 在澳洲 整个澳洲 我们去帮助人家 祝念 也没有这种的殊胜 但是他每一天 四十九天 二十四小时 伦斑来兑换的 四十九天 每一天 为他的母亲 来念佛 你说 这个老菩萨福报大不大 很大 四十九天 他有没有往生 有 他真的往生 他真的往生 后来呢 经过灵媒 他就跟灵媒讲 问了两万 问了两个事情 问题 第一个 你为什么教我念佛 他已经往生 西方起的世界 又来透过这个灵媒 告诉大家 为什么教我念佛 问老儿上 然后又为什么 要做三十七念 这个问题呢 由悟行法师来解答 为什么要念佛呢 由老儿上来解答 你看 问这个两个问题 问好了 就走 这个有福报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叫福报 不像我们现在 你看疫情 发生这个疫情 我们看到很多佛友的母亲 亲戚朋友 你看往生 没有一个人想要去祝念的 不想不想去 不敢去 你看 前两天 我佛堂的一个大护法 他哥哥 往生了 才一天而已 隔天就马上火化了 没人敢去 没人敢为他祝念 所以问我师父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没办法 前两天 我的一个大护法 他的哥哥 很年轻 五十一岁 洗澡的时候 摔倒 一摔倒了 受伤了 隔两天 就走了 你看 所以 你看这个状况 所以尊敬的 追同修大德 我常常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现在的事 不是临终的事 临终靠不住 你要来为他祝念 真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之后来为他祝念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人不多 很少 所以我常常讲 往生西方净土是现在的事 不是临终的事 所以首先培养我们的福报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比喻 你看那个阿瑟四王 临终的时候 你看 他犯了五逆十二 果报都是在五间地狱 他的那个像 所显出来的就是五间地狱的 但是你看他老人家 他有福报 遇到好的大三知识 就是释迦牟尼佛 劝他 相信阿弥陀佛 你要忏悔 你要改过 你要发愿 他真的 十年里面 他真的拼命地念 后来真的往生西方极乐 这个就是讲福报 那是不是也是看到很多那些 老同修念 佛念了二三四年 到最后 没有福报 随着自己的习气 业力业障 做主 所以 听到名号 听到这些阿弥陀的名号 都有时候感觉 很不高兴 不欢喜 很讨厌 我看了很多 这个事情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那我们怎么样维持 我们的福报呢 那这个很重要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怎么样来维持 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福报能够维持 起码 也不会躲在三二道 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起码 人天福报 能够保住 那怎么样维持我们这个福报呢 没有别的 就如同释迦牟尼佛 以戒为师 没有别的路 你要靠这个戒力 加强我们念佛接近的名号 那为什么要以戒呢 来加强呢 很多人跟师父讲 师父 此戒不方便 为什么不方便 绑手绑脚的 不自由不自在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还是干脆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好了吗 对啊 我也是一样啊 说实话 我也是一样 很简单嘛 四句话 阿弥陀佛 蛮简单嘛 下面那一章 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的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临终的时候 都劝导我们 要以戒为师 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 连我们净土中的 十三组 从第一组 到底十三组 印光大师 没有一个主师都劝导我们 要以戒为师 这个必定要知道的 不是说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就过来 我什么都不要 那怎么行呢 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的喜气重啊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都不能得利呢 你看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发生在台湾 你看我们的喜气这么重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了 但是这个我是听一个居士 六合尽宗协会的统修 高雄 他请我吃饭 然后他跟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还蛮好笑的 所以偶尼大师常常讲 在这个辟尼四亿集药 这个辟尼四亿就是专门讲比丘戒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偶尼大师花了三十多年 都在投入这个戒律 把一半的生命啊 投入在戒律上 所以偶尼大师在这个辟尼四亿集药里面 专门讲这个比丘戒里面 他说啊 此界念佛本是一门 境界为因 境土为果 你怎么能够把此界舍掉呢 本来是两只脚 好好可以走路啊 你把一只脚拿掉了 拿走了 你走路 你能不能呢 很难啊 你看偶尼大师都在讲 此界念佛本是一门 境界为因 境土为果呢 你怎么能够把此界这个道理 这个重要的事情把它舍掉 说我不要了呢 大家必定要知道 我们的喜气太重 烦恼太重了 你不相信问老蔡啊 管师兄啊 你看你们每一天 烦恼多 喜气多 还是清净多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我们的每一天的烦恼 有没有每一天增长 我们的喜气 有没有每一天增长 还是我们的清净心 有没有每一天的 能够越走 跟我们的自信 有没有接近呢 你自己想一想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偶尼大师告诉我们 持戒念佛本是一门 你怎么能够变成两门呢 你怎么能够上开呢 不可能 我来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高雄嘛 有一位老同修 他讲他的朋友 他这个朋友呢 在一个道场做义工 也是退休的人了 因为他每天在那边做义工 看经啊 听经啊 他发现了自己的喜气还蛮重的 所以发愿 想在这个道场住三个月刮单 所以跟这个道场的住持法师 说我要住三个月 在这里挂单 他每一天啊 他的师父呢 就带着他到四楼 四楼做什么呢 打扫了这个大殿 大家听一听 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事情 去观察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事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有一个小朋友 大概十七八岁的 一个男生 他在下面呢 在打扫 刚好在擦玻璃 不小心了 把这个玻璃啊 破掉了 破掉了 他想的 然后这个小孩子呢 就跑到第四层楼 一跑一跑 这样 然后呢 师父就问他 什么事 小朋友很可爱嘛 有什么事 真的是这样 他说 没有师父 对不起 不小心哦 把玻璃啊 破掉了 怎么办啊 师父很慈悲啊 师父没有骂他哦 师父说啊 无常 无常 大家一定要知道哦 一头什么事情 逆境也好 或者家里丢了什么东西 你要想起这个法师 哎 无常 管师兄 无常 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这个老和正讲这一句话 安慰这个小孩嘛 他就安慰这个小孩 说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无常 没关系 破就破 就换新的吧 然后那位义工啊 那位老巨士啊 就很大声喊 喊过来 你看哦 你看哦 喊下来 他说啊 还没啊 不去破掉了 那六千块啊 哦 这个老巨士啊 他听到这样 不可以啊 你怎么能够说不可以呢 玻璃破坏掉 就赔啊 尤其现在六千块 哦 你看老巨士 你看 听到这样 喜气啊 开始又骂人了 你看 开始又骂人了 这个小朋友本来很安慰了 听到这句话 开始不高兴 你看 所以这个老儿上 赶快教这个小孩子 你赶快下去 没关系 无常 无常 但是这个老同学不行 你怎么破坏道场的藏物呢 必须要赔 这个真的好严格啊 你看 后来呢 这个老法师啊 就跟这个老巨士讲 他说 你看 你不是说 你要来学习吗 你要修行吗 你遇到这么小小的境界 都受不了了 你怎么修行呢 奇怪了 你看 玻璃破就破了嘛 你干嘛去骂人呢 也不是故意的 不小心 破就破 换就换嘛 你干嘛生气 干嘛骂人 你看 小小的境界 你就受不了了 你怎么修呢 你不是跟我说 你喜气重嘛 你的烦恼重嘛 你连小小的事情 你就控制不了啊 怎么一道大事呢 小不忍 折乱大魔嘛 你连小事都忍不住了 怎么遇到一些大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故事啊 也可以提醒我们 我们有没有像这样 所以遇到什么事情 不要动不动 发脾气 这个故事在提醒我 真的 我一直提醒我 先抢两天 不小心 我骂我们印尼的一位统修 一位互讽 不是骂他 还是提醒他 其实这个故事也提醒我 你看 我再提醒这个句子 你看 他五天不跟我 是跟师父讲话 师父只是骂他两句话而已 说不可以这样 他不高兴 回去 不跟师父讲话 他也是干部里面的一位护法 我说不行 不可以这样做 做事要如理如法 对得起三宝 对得起佛补少 这样 他就不高兴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喜气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从这个角度 我们必须要知道 持戒本来是 一门不是两门 下面的那一个 这种 下面的那一段 所以观五量寿佛经 也是说过这一句话 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他的原理就是什么 心净则佛土净 那心境从哪里来的 从戒而来的 等觉菩萨 他要打到妙觉这个果位 记得 等觉菩萨 要打到妙觉这个果位 妙觉就是成佛的果位 他怎么体擅他自己的境界 离不开戒律 不是说我念佛就好了 对啊 你会念吗 你怎么念佛啊 你念佛的时候 你先有没有散乱 你念佛的时候 你这一年哪里面 你这一个月 这一天 这一个礼拜里面 你念佛每一天 你的烦恼有没有减轻 你的喜气有没有减轻 你要来观察到这一点 你看那些老菩萨 在高僧传 往僧传里面 他们能够这样 也不学经教 也不持戒 他为什么能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的心不一样 他们的心是纯净的 纯善的 他们一心一意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是二心两意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区别就是在这里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你念佛不能得力 你不能怪祖师大德 怪你自己 没有真正在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你怎么成就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这种下面的那一句 所以清朝 清朝 彭聚清老居士 你看 彭聚清老居士 是一个老同修 有修行的人 他一生讲了什么话呢 一句话 借静则心静 心静则土静 这个是彭聚清老居士所讲的 清静从哪里来的 从戒嘛 这一句话 大家好像 哎 我好像懂啊 大家都会念嘛 你问我们的这些老同修 他不会念 几后都会念的 你见他俩 静界则心静 心静则土静 我相信老财 也可以念的 你也会念的 大家都会念 但是真懂有没有 不多 那么这个心静 从哪里来的呢 彭聚是老师 跟我说 心静则土静 所以你必定要持戒 要严所持戒 那为什么要持戒呢 因为我们的喜气烦恼太重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生的时候 在世的时候 你看 你要学佛 首先你要受五戒 很严格的 尤其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五戒必定要修的 所以你看 静月三符 把十三月排在第一 五戒排在哪里 第二符 聚足重绝 聚足重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五戒这个意思 所以二符建立第一符的基础上 五戒始善 五戒离不开 因为我们的牲口 七个恶月 从杀到血影 两舌恶口忘语 你想你想 这个七种的习气 我们每天都有这种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的毛病 每一天都犯这种的毛病 犯这个生意跟口业 你把生口业两个都很难克服了 你怎么能够来帮助你心清静 所以下面 我们的师兄 郑总 大家都会念五亮寿经 我们常常把这一品 疏忽了 如果不是重要的话 阿弥陀佛也不可能这样说 你看这个五亮寿经 大家很熟啊 我都不会背啊 我说实话 我从来 我到现在不能背啊 你们相信 我也相信你们 大家都背起来啊 你看五亮寿经 第二十五品的 往生正义 阿弥陀佛怎么说呢 发菩提心 持诸境界 坚守不犯 你看 这个是阿弥陀佛讲的 你发菩提心 持诸境界 坚守不犯 你说 此界不重要 你怎么说 此界不自由不自在 绑手绑脚 刚开始 虽然有这种的习惯 但是慢慢了 自然啊 这个心跟这个界相应了 他自然啊 会克服了 你从五界开始 你这五界里面 你从第一条开始 我不杀身 不脱盗 慢慢一条一条的去增加 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 祖师大德也不可能这样讲 所以尊敬的 追同修大德 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知道 所以你的福报又从哪里培养 从界而开始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所讲的 念佛法门 本是一门 持诫念佛本是一门 怎么能够把它分开呢 所以啊 你要发愿 你要发菩提心 什么发菩提心呢 我来发愿持经 然后来落实在念佛 会相应啊 你慢慢会了解 为什么 祖师大德 印光大师 在这个净土 指药里面 他讲了三个条件 他说念佛的人 要发愿往生西方 记得自己具备 具备这个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必须修境界 然后呢 发菩提心一向专联 这个是印光大师 在净土指药里面 把我们这个 刚理原则上的 念佛往生西方的重要性 讲出来的 三个条件 第一个 你必修境界里面 你必须要修的 然后呢 意向专念 发菩提心 这个是印光大师 所讲的 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 他也不会讲这句话 那为什么 我们祖师大德看到 要讲这一句话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要我们持戒 因为我们众生的毛病太多了 那毛病太多了 喜气太多了 念这句阿弥陀佛 怎么能够得利呢 所以先必定 来消业障 来断除我们的烦恼 来辅助我们的烦恼 用这句名号 然后来持戒 持戒来念佛 你就明白了 所以啊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老蔡 管师修 还有其他的同修 记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有福报 没有福报 真的很辛苦 不要到最后的时候 靠一些祝念 为我们祝念 我告诉你很难 你看 这个疫情发生了 谁能够意料呢 没办法 所以啊 往生西方净土 是现在的事 不是临终的事 临终靠不住的 这些祝念团 只是建立方便 跟大家借个源 这些靠不住的 能够靠得住的 好好培养自己的福报 那怎么样培养呢 除了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作为我们的靠山 我们也要持戒 为什么 维持我们的福报 希望能够将来 我们的业障 不要现前 能够像我们中国讲的 最后能够善终 善终才能够有好的开始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有知道 这个就是佛法的理论 大家都知道 关键 有没有能够去行持 那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讲 真的人生无常 确实很苦 将来会更苦 因为这个世间的人 人心 每一天都在变坏的 只要人心 没有改变 没有来断恶修缮 灾难会一年一年的严重 天灾人 或会一年一年的严重 所以把握这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因缘 不能放过 不要等待来生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以十方三世一切佛 在《弥陀经》里面 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什么 他说我内心 有一件事很欢喜 我的内心里面很高兴 有一件事情 放在我的心里 放了太久了 想要跟大家来介绍 想跟大家讲 没有这个因缘 今天这个因缘到了 我要跟大家说 我要跟大家说明 如果不跟大家说 那最对不起大家 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什么 我有一件事情 要高兴高兴 什么事情 希望众生 赶快成佛 不要等到来生 怎么赶快成佛 用什么方法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 用慈禁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藏在他的心里 藏太久 不仅仅这样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也是最喜欢的事情 希望众生 赶快发愿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 就是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这个 每一个人要发愿 记得 发愿什么呢 发愿我要度无量 无边的众生 我要了生死 我要出山坚 你要发这个 每一天要发这个愿 把你的心发出来 把这个愿发出来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做什么样的功课 处事待人 什么样的人医到 你要发这个心 我要跟众生 借好眼 不要像那个台南 台南 有一个老同修 这个是去年 我们在台南 悟行法是讲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 没有听过了 最后跟大家分享 时间到了 我也不要讲太长 这个悟行法师 他说 台南有一个老同修 他每次做三十七年 我们会念 参伟文 然后会念这个 众生五边四愿度 烦恼五间四愿段 法门五两四愿学 佛道五上四愿成 这个就是 释迦牟尼佛 把他的五百愿 归纳 称为四红四愿 就是这个四红四愿 然后这个老居士 他发这个愿 我要度五量五边的众生 但是他最后讲一句话 我要度五量五边的众生 但是有一个人 我不想度 这个是悟行法师讲的 他说我要度五量五边的众生 但是有一个人 我不想度 他说 悟行法师问他是谁呢 我的先生 你想一想 哦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燕姐 不知道怎么 怎么结了 你看 他这么称赫 他的老公 你看 不行 这些法师就跟他讲 不行啊 你要度五量五边的众生啊 你不是众生五边四愿度吗 你怎么不能度你的先生 你两先生都度不了 你怎么度别人呢 这个人真奇怪 怨是发了啊 但是这个丑恨还在啊 你看 这个不是真怨 发怨要真的落实在生活 这个真的很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曾经 你有发怨 你要落实 发什么怨呢 今天谁来对待我 不是他们的错 是我的错 我这一段时间 可能过去跟人家 结了很多那些不好的缘 我现在学佛了 我不要想跟人家结二缘 我要想跟人家结三缘 一切的事情 就有因缘果报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是我的错 不是别人的错 我改过我自己 改变我自己 你要这样想啊 学佛的人这样跟这样想啊 不是每天看别人啊 说别人不对啊 说哪个人是错的 是哪个人不会的 那更不好 这个人不好 不是的啊 所以这个问题 学佛要重要 学佛最重要的 心改变自己 不是别人的问题 今天为什么人家来伤害我们 可能过去生 我们伤害别人 所以你不想人家来伤害你 你千万不要伤害别人 原则就是在这里 因为什么 有因有果嘛 因缘果报 后来这个老统修 这个统修啊 不小心骑摩托车 出去被撞死了 这个是悟行法师 在这个台南啊 跟我讲这个故事 这个人呢 也是住在台南 你看 他发这个愿 不小心 从家里 开摩托车 出去 刚刚出门 被人家撞死 所以生死无常 大家要明白 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共修 因为今天早上来不及 跟大家一起地中念佛 因为电脑有点故障 不是故障 有点可能我不了解 这个巨师啊 两位师兄来帮我 帮我这个调理了 现在可以跟大家见面 对不起啊 管师兄 谢谢你啊 对不起啊 郑巨师 老蔡 这位同修 我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讲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报涵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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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旭 好 我们来回向一下 来回向 等一下师傅啊 我会念自己的名字 你们念 你们念你们自己的名字 弟子学物 自成忏悔 愿以持诵经念佛功德 回向累劫 因今在主 广深西方 其乐净土 愿以持诵经念佛功德 回向世界各地 疫情早日化解 世界和平 国泰明暗 风调雨顺 因疫情而生病的众生 早日康复 因疫情而离难的众生 早日操生净土 猛阿弥陀佛 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古若有经文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我们大家来发 蔡伟文 弟子学物 自成 忏悔 往昔所造诸儿业 皆有无事 谈成此 重生于亦之所生 敬对佛前求忏悔 往昔所造诸儿业 皆有无事 谈成此 重生于亦之所生 敬对佛前求忏悔 往昔所造诸儿业 皆有无事 谈成此 重生于亦之所生 敬对佛前求忏悔 我们更为要用 ほ مث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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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赴向也佛 谢谢师父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 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 喏 探 希望 相信 设